周润发在釜山电影节上回应要裸捐56亿港币 前几天又一次上了勒搜 据说这已经是周润发第八次回应死后裸捐一事 韩国媒体2018年为这次就采访过周润发一次 这次又问了一次 周润发今年68岁,膝下无儿女 他挣下的这笔财产死后留给谁呢 那些钱不是我捐的,我老婆捐的 我不想捐的 我玩得很辛苦的 我母女得几千块钱 我现在永远的法库存在 所以捐了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那反正算了,我来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我来这个世界 我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这些人都不是我,西岸物 有哪些人需要的人就拿去 时候谁需要谁就拿去吧 很傻脱啊 我为周润发夫妇的这种言论点赞 周润发夫妇啊,七星是没有过公开的捐款记录 我个人是觉得想情善积德 或许生前做点更好 生前做善事还能按自己的意愿捐给需要的人 死后还不知道基金会会怎么用这笔钱呢 不管怎样啊,周润发的表态是好样的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他关于香港电影现状的发言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发言 我们现在有很多限制 现在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尽量 我们要做我们的最努力 做我们的香港人的电影 这是我们的目标 从1997年 有很多不同的事件 改变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我们的政府 的方向 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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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 得到所有的钱 去建立一个故事 然后去剧场 因为中国市场很大 所以我们要求 一些解决 方法 做生命 香港电影《没落了,怪谁》 周伦发怪在了大陆审核机制上 是这样的吗 周伦发出演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 是我曾经很喜欢的一位演员 可是周伦发作演的任何一部电影 大陆这边好像也没有进过一部 其实在8090年代 香港电影的票房市场 主要是在香港 台湾 东南亚 韩国等等这些地方 在内地 由于当时人们收录水平的原因 票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时候香港电影界 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 根本不会去考虑大陆的审查 周伦发那些代表作 像《英雄本色》 《坚毅风云》 《龙虎风云》 《堵神》 《蝶血伤雄》 《纵横四海》 《秋天的童话》 《卧虎长龙》等等 反映的都是做人的道义 《义气》 《朋友间的情感》 《英雄主义》等等题材 这些题材及内容 大陆是从来不会禁止的 从来没有禁止的 跟审查搭不上边 那现在这些题材的优秀作品 现在香港怎么拍不出来了呢 现在拍不出来了 就怪起了大陆的影片审查 让它背黑锅 为何不从自身找找原因呢 大陆这篇影片审查的是涉及政治 色情暴力泛滥 渲染社会和人性阴暗面 负能量等等的这些 而香港电影曾经的辉煌 从来也不是以这类题材 电影出名的 恰恰相反 80、90年代香港出彩的电影 他们的题材普遍都是反映 情义、正义、真情、民族气节 中华武侠文化、东方式幽默等等 正是这些题材引发了社会的共鸣 在香港杰出电影界人士的创作下 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才受到两岸三地 东南亚、韩国等地观影人的追捧 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个时期香港电影的代表作 在70年代底 少数武侠片的基础上 80年代初期涌现出了 师弟出马、林世龙、前作怪、摩登保镖、最佳拍档 三狗、明剑、神港骑兵等等 80年代中期代表作有 僵尸先生、福星高照、警察故事、木棉袈裟 英雄本色、皇家师姐、何必有我、开心鬼系列 坚毅风云、金庄追你仔 80年代后期有 有《赌神》、《秋天的童话》、《富贵碧人》、《倩领幽魂》、《山人世界》、《最佳损友》、《霸王花》、《龙虎风云》、《奇迹》、《小蓝人周迹》、《望角卡门》等等 90年代我们的记忆更深一些 像李连杰的《黄飞红》系列、《方士宜》系列、《金武英雄》、《太极张三峰》、《周星驰》的《无厘头是喜记》和《古装剧》、《赌侠》系列 《陈农的警察故事》系列、《冯番区》、《一个好人》、《罪权》、《飞音即发》、《城市猎人》等等 张国龙的有《阿飞正传》、《霸王别姬》、《千云幽魂》、《阿郎的故事》 还有很多古章武侠片 像《笑傲江福》、《新农门客栈》、《鹿顶记》等等 《爱情片》有《天诺有情》、《甜蜜蜜》、《半生猿》、《玻璃之城》、《星月童话》等等 我劣迹的这些好像只有《冯番区》因为太过暴力没有过审 其他都在大陆播出过了 乍一看,97年之后 香港是没有出多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了 这很容易让人把这个现象和97年香港回归联系在一起 但是仔细观察 香港电影其实从94年之后就开始在走下坡路了 原因何在? 第一,我觉得是受到了好莱坞的冲击 90年代,亚洲不仅出现了四小龙现象 而且东南亚像泰国、马来西亚等等国 也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房金时期 这时候好莱坞修掉了商机 它开始进入这些新兴市场 在好莱坞的金粮大出桌面前 香港的小成本的电影招架不住 市场逐渐被好莱坞电影给占据了 香港电影的传统市场为说后 香港电影界瞄准的在经济高速发展下 越来越广阔的大陆市场 香港的几乎所有一线导演 像徐克、王金、陈家上、喜安华、刘政伟、彭顺、陈可新、刘伟强、林超贤等等 都陆续北上,以大陆为大本营了 就连拍三级片起家的邱里涛 他也来大陆拍片 这些导演里有的发展的不错 像席克拍的迪丹杰系列 龙门飞甲、志祺威甫山、长津湖 陈可新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 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冯海行动 邱里涛的扫毒等等 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受到了好评 当然也有像陈家上、喜安华等等一些导演的作品 表现不尽人意 这时候香港知名演员也冲着高片酬,蜂拥来大陆淘金 据报道,周伦发在大陆主演的几部片子 都远超他以前在香港的片酬 2006年的《满城近代黄金甲》投资3个亿 他一个人拿了4000万片酬 2010年的《浪子弹飞》投资1.5亿 周伦发一人拿了4500万片酬 2014年的《傲慢风云》系列 周伦发片酬6000万,令家票房分红 放眼望去,最近二三十年 香港电影界人士都陆续往大陆发展 香港电影产业就出现了人才投资的流失 第三,我还认为这些年香港的创新精神不够 甚至已死 特别是像电影这种创新产业更依赖创新 而香港电影界还在拍那些老套的故事 缺乏心意 这些年香港稍微能拿得出手的作品 像王金派的《傲慢风云》系列 《追龙》系列 《倚天图龙记》 还是这种赌篇 黑帮卧底类型 以及一些老IP的翻拍 还有曾子丹的《夜问》系列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等等 还是类似霍元甲 黄飞红这种类型风格的 《韩战》《拆弹专家》 《少读无双》等等 还是以前这种警毁片的延续 这些类型和风格的片子 故事都老掉牙了 观众以前都看过很多 这会引起观音人的审美 以及兴趣的疲劳 香港电影制作技术也创新不多 这些年拍的电影 真的不太符合当代人的口味 如今不仅在大陆 就是在台湾、东南亚、韩国等等 这些作品也打不进市场 香港电影没有以时寄进的进行创新 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最后一点 同时期大陆、台湾、韩国、东南亚 本土的电影也在发展 香港电影反而人才在凋零 电影投资在萎缩 这么一对比 香港电影的影响力 在这些市场就在不断的下降 市场萎缩了 从业人员 投资又流失 创新不够 没跟上时代 又受到挤压 这些不利因素结合在一起 导致了香港电影产业的急速 在走下坡路 显有优秀作品问世 这么个恶性循环下去 就形成了今天香港电影的落幕 所以你说说香港电影如今的状况 它能归结于大陆的审查吗 周伦发还说韩国电影很厉害 是这样的吗 相比8090年代追捧香港电影的时代 韩国本土电影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韩国本土制作的影片 长期都绝大部分无法实现票房盈利 今年上半年韩国电影仅有犯罪都市山实现了盈利 在票房榜上 仅有两部韩国影片进入了前十 在2022年全年 韩国本土电影只占韩国市场份额的19.5% 如果他们的电影真的有周伦发说的那么优秀 恐怕票房不至于会这么惨烂吧 韩国也有5200多万人 他也不少了 要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意识是非常的强烈的 作为美国的盟友 他还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会发现很多人称赞的这些韩国电影 大多是反映底层社会黑暗面的 这类影片在中国见不到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新鲜有意思 这就好像咱8090年代 看到任何一部香港电影录像带都晶晶有味一样 因为那时候咱们都是没见过世面的 在中国这种题材内容在审查时确实会不允许拍摄 因为他们太多的涉及了社会和人性的一暗面 不利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和道德的风扇 咱们这些年也有太多本土电影 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上映 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电影 我们的电影审查会不会对国内拍影片有影响呢 那肯定是有的 有很多东西不能拍 哪怕是真实的故事在线 但这跟香港电影的衰败没关系 香港电影历史上从来都是根植于香港的文化土壤和环境 你想拍什么就和过去一样有完全的自由 可惜你现在拍不出在亚洲有口碑和有票房的作品了 香港电影过去 它也不是靠什么涉及政治暴力泛滥色情 违反伦理道德等等 这些需要审查的题材来打开市场的 台湾电影在2015年之前成绩还不错 比如海角七号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赛德克巴莱 大伟卢曼 我的少女时代等等 但在2015年后 台湾本土电影也逐渐难以进入票房榜前十 在今年上半年也只有一部台湾本土电影 是关于我和鬼变成佳人的那件事 进入了前十 其他台湾华语片的票房都差得非常远 我想台湾电影的退步总跟审查限制没有关系吧 其实我们华语圈电影要想打露西方世界 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 陈龙李连杰的成功也仅是因为打斗 这一全球共通的身体语言 卧虎长龙当年在欧美复得了成功 也仅是因为在美国读书生活过的导演李安 他顾及西方的西方观众的感受 对东方美学和文化采用了西方的表达方式 才让西方观众接受 卧虎长龙当年在国内票房上 仅排在第十位 就是因为他不太符合咱中国人的审美和表达的方式 看到卧虎长龙在国外取得了成功 张艺谋在电影《英雄十面埋伏》 陈改革在电影《无极》 这几部电影里也尝试采用这种西方的表达方式 但他俩不像李安那样在美国学习生活过 他们有点像邯郸学部不得要领 所以这几部大制作的电影出来后 外国人他并不认可 国内观众更认为这几部电影不能不累 导致票房铺了街 所以不能说咱国产的电影就在全世界的票房 总票房没有西方电影的总票房多 就是比他们的电影差 这里面有一个文化接受度的问题 在西方世界他们现在还不太可能接受电影中 把华人甚至亚洲人塑造成盖世英雄救世主的形象 甚至亚非拉许多国家 由于西方文化和科技长期的影响力 他们也习惯了接受西方人在电影中的高大形象 对电影中华人的这种形象接受度还不高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中国的一些电影 如《流浪地球》 《独行夜球》 《霍元甲》 《战狼》 《红海行动》等等 这种类型的影片 在亚非拉也不吃香 甚至《长津湖》 《水门桥》 这类影片在马来西亚还被禁止上映 他们政府说 说这是在宣传咱共产党 在2022年大陆供应进了80多部外国片 包括全球票房前世的阿凡达2 《新蝙蝠侠》 《侏罗际世界3》 《壮志凌云2》 但在年度票房排行榜上 都是清一色的是华语片 在2023年截至10月8日的票房排行榜上 都是清一色的是国产片 美国片《速度与激情时》 排在了第11位 这是观影人用自己的钱来选择观影的 充分说明了咱国产片的质量 在中国大陆观众看来 远胜过西方影片 所以说电影审查 它并不是不能出好片的理由 历史上西方也有不少 因涉及政治、社会伦理道德 以及暴力泛滥等背景的影片 像在2017年的釜山电影节上 韩国政府就以可能非引发政治性争议为由 要求电影节方面 取消上映一部反映岁号沉船事故的纪录片 导致周界电影节差点夭折 这部纪录片也因为破译政府压力 最终没有经销商愿意发行 韩国历届总统卸论后 几乎每一位他都会被冲进监狱 或者不正常死亡 这可是都是一部佛生生的狗血迹 韩国哪个电影人敢去拍这路之类题材吗 好莱坞的电影我们都看过很多 但凡涉及政治的 社会和人性阴暗面的 好莱坞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作品 前几年特朗普的粉丝 国费山被枪杀 黑人弗洛伊德我不能弗希勒的社会事件 等等这些故事 美国电影的他也不敢拍 电影审查管制 每个国家或多少都会有 咱们中国的限制当然更加严格些 我也反对这么严格 我觉得有点限制过头了 像1987年的电影佛龙镇 他讲述佛龙镇上的你瘫痪 靠劳动致富 却在从世青到文化大革命的 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 他与右派分子在共犯难的过程中 产生真正爱情 共同迎来拨论反正的时刻 这部电影就是在反映 当年那段时期的一段历史 可是他从160分钟 闪减到112分钟 才勉强被允许上映 这部电影还是幸运的 如今这种建国后的一些历史在线 很多都被发为禁区 不允许了拍摄 我觉得是有点限制过头了 周润发是个出色的演员 他90年代中后期没有出色的作品了 我觉得可能是他个人 已经过了演艺生涯的房金期 同时这一时期开始的香港电影的逐渐没落 真的跟大陆的审查扯不上关系 我和许多影迷一样 是非常烦念香港电影繁荣的房金时代 也非常感激香港电影和台湾的电视剧流行歌曲 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 铸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给华人世界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资产 他们给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带来了难忘的精神享受 我是真的非常的感激